中国的火星计划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的火星探测器已经飞进了火星 但是美国NASA还是比我们先一步 星期四的时候 NASA的毅力号火星探测器 已经着陆在火星表面 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NASA也相应的发布了很多毅力号的照片 让我们一起观赏一下人类的共同成就 探索火星从此开始 那应该说火星的表面来讲的话 和科学家的预想是差不多的 而NASA也在网上发布了互动地球 互动的地图 可以让你能够在地图上面一起观赏 看一看亿力号在火星上面漫步者 他的这个也叫神气号 他在火星上面漫步探索的轨迹 所以这也是一个科普的时刻 对于小朋友来讲 浩瀚宇宙是未知的 也是他们未来可以去征服的 而流浪地球 却是我们今天中年人 所无法释怀的一件事情 期待着中国的火星探测器的安全 稳定着陆于火星之上 让我们对火星有更多的认识 让我们畅想宇宙 像小时候一样 希望什么小灵通漫游世界 漫游地球 漫游银河系 那个对银河系 对黑洞 对无穷无尽的未知的畅想 让我们一起去旅游 让我们一起去探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